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内蒙古地区的女子妹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在匹马悔改之后所得到的超自然加倍的补还 在婚姻关系上以及在超自然的财富上和我过去所失去的中容上 我都得到了加倍的补还 在为做匹马悔改之前呢 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我们夫妻的关系呢 是彼此责怪,彼此抱怨 甚至彼此看自己都是一无是处 各自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甚至我们几近婚姻在崩溃的边缘上 但是感谢神在匹马悔改之后呢 我被光照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从定情别人的错误转变为开始自己悔改 我把丈夫交给神 感谢神 神不但光照到我 使我得到了生命的改变和更新 也抑制了我心里面的苦毒和伤害 并且让我也看到丈夫超自然的得到改变 他从过去的对我的指责开始担负了责任 并且能认识到自己的过失 而且我的家庭关系从过去就是我总是在不被重视 也是被轻视的环境下转变为我被宠爱 并且关注到我 关注到我的心情 关注到我整个人的健康 感谢神 我从这样当中得到了恩宠 我也在财富上呢 得到了超自然的供应 当我得到超自然的财富供应时候 我实行了与神力的约 将国的一半归给神 感谢主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在20天之内又收到了第二笔超自然的财富 让我真的看到忠守神的话语 在神的约当中去生活 是蒙祝福的 而且我呢 过去因为对神的认识有限 也因为自己的无知 在生活当中缺乏见证 以至于我的家人常常是 抵挡逼迫我信主 从拦住我信主 现在转变为认可我的神 并且我因为过去没有生活当中 没有见证 不敢在家人的面前提起我的神 而现在 我不但在匹马悔改之后 不但可以在不幸的人面前 也在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丈夫的面前 我大胆地宣扬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 并且神在我家中所做的事情 我的丈夫也是连连点头称赞 而且不幸的人也在说 这样的神才是真神 我感谢秋秋老师和保林牧师 将这匹马悔改的启示带给我 让我经历了真正生命上的翻转 和医治与修复 让我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恩宠 使我更加的渴望在主里面追求圣洁 也更加的渴望以神为乐 使我活在神的荣耀当中 谢谢保林牧师和秋秋老师的带领 感谢神的祝福 愿神祝福大家